近段时间越南方面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 多官员遭到处罚 特别是援助日本和印度的越南外交官们 更是成了越南这次反腐政策下的重灾区 大家好我是国务沐缠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据相关报道 近段时间越南两位副总理的助理先后被捕 成为越南备受瞩目的反腐大案 这两人一个是越南副总理范平民的助理阮光玲 因涉嫌外交部的解救航班腐败被捕 另一个是越南副总理伍德旦的助理阮文正 因涉嫌越亚世纪腐败被捕 然而当大家还在热议这两个反腐大案时 日前越南政府又通报了越南外交部部长裴青山 越南援助日本大使武红南 因违反纪律被处分的消息 另外还有其他多名外交官要么被处分 要么被谴责再次引发热议 让我们来捋一下这次越南外交系统中被点到名字的那些官员 驻马来西亚外交官三人 驻日本原驻日外交官三人 驻印度原驻印外交官两人 原驻俄罗斯和原驻安哥拉外交官各亿人 这些被点到名字的越南外交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轻的暂时仅被口头警告或谴责 重的则直接被做了除击或革职处理 按照越南方面的说法 这些外交官此次之所以会被当作反面教材被抓典型 问题主要出在了三个方面 一是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工作条例 二是在疫情肆虐组织滞留海外的越南公民回国期间违反了党纪国法 三是没有经受住诱惑 在思想和生活上出现了退化 而在这三个方面当中 尤其引人注目的当属第二个 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端倪了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在中国这边基本上没太引起关注 今年9月下旬 越南副总理前外长半平民的助理阮光林 就曾因为在疫情期间卷入彻月公民包机受贿案而遭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算上阮光林在内 这已经是截至当时因为类似案件而落马的第19名受案人员了 而在更早之前的4月份 越南副外长孙英勇就因为类似问题被捕了 不过即便是在当时许多越南民众也普遍认为 这座把越南外交系统砸出了一个窟窿的冰山 只不过是才露出了一脚而已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这一次一口气就点了两位数的越南外交官的名 足以说明越南政府的反腐斗争工作仍然在路上 纵观这次被点到名字的越南外交官 我们不难发现驻马来西亚 日本和印度的 又或者说曾经在这三个国家待过的越南外交官 基本上成为了本轮IP的重在区 特别是日本和印度 要知道受到某些共同利益的驱动 这两个国家现阶段可都是争着抢着想要讨好越南的 近几年来紧挨着中国南大门的越南 俨然已经成为了日本投资和印度武器风云交汇的新热土 而出于相同的考量 越南这些年来对日印的外交重视程度也是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越南驻日驻印外交官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还是美法和驻华驻美外交官相提并论 但这群人的重要性也并非驻马来西亚或安哥拉的人能比的 但也恰恰是因为日本和印度的这种重要性 所以才更反称出了越南外交系统本轮风暴严峻性 这么重要的地方居然如此轻易的揪出了这么多负面典型 越南的外交系统或许是存在一些固有问题 但要说日本和印度的环境因素没有在其中起到影响作用 这么说恐怕也是不客观的 如果只是越南官员自身的问题 那便无法解释 在比日印加起来还要大得多的 也富裕得多的中国 越南的驻华外交官们 怎么就没有因为这类问题而遭到点名批判呢 中国有句古话 菊生淮南则为菊 菊生淮北则为智 这句话虽然是2000多年前 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外交家燕子所说的 但对今天全境都处在热带的越南而言 未必就没有启发异议 从某种程度上讲 越南领导人10月末那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对越南政府和国家来说是非常及时的 越南现在的经济势头很好 在国际上也享受着重心捧月的快感 这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 所以我们才更加清楚烈火烹牛般的表象之下 往往涌动着巨大的暗流 越南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我们曾经一路上走过来的 无论承认与否 越南早晚都会意识到是中国 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才是指引越南安全使出 这片暗流的最明亮的光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